哈哈哈哈 馬先生,你的需求呢,我就已經 哈哈哈哈 老婆,你不要笑得這麼大聲,行不行 我跟他在聊聊天的,讓他聽到 我家裡有個女人在笑的 不是呀,老公,看起來真的很可愛 你看那些貓仔 哎呀,長毛,還會擔對拖鞋 你像人家,像客人 是呀,好可愛呀 哈哈哈哈 你以前不是不喜歡那些貓貓狗狗的嗎 等一下 你做餐廳,你是做處 你喜歡那些貓貓狗狗是什麼意思 哎呀,你不要亂想,你以為我真的會吃掉它 我呢,是沒有喜歡那些 骯髒骯髒的流浪貓狗 這些是寵物貓,很乾淨 哎呀,你看他多得色 喂,找隻貓仔陪自己也挺好 這個意思是你想養貓? 是啊 沒有了吧,我們兩個這麼不空 你看回到家裡,還要在這裡談業務 哪有空去打理那些貓狗 哎,這層你放心 如果我真的養一隻貓 我自己一手一腳搞定 啊,不用你操勞 大嬌,怎麼送 最近有什麼新菜式 喂,祖哥 你看看 不是吧,吃貓嗎 哎,不是啊 我是問你呢,中老喜歡這種貓 怎樣呢 嘩,幾面蒜頭 啊 升起了 阿杜小菲有一隻貓 就跟這隻品種一樣 這麼巧啊 是啊 喂,祖哥 你知不知道這隻貓 是不是那些名貴品種來的 啊 那這層我真的不知道 你有知道嗎 我整天見小菲在朋友圈裡曬 他那隻貓就像這樣 大肚子 大,大肚子啊 哎呀 那我可不可以拿一隻來養呢 你問我,我問誰 不過我可以問小菲 但是他應不答應我,我不知道 那問也好 祖哥 你幫我看 這餐我打個八五折給你 八五折? 加多中泥湯 啊 好好好 那我就幫你問一問 好好好 謝謝 如果你免單的話 我應該沒問題的 他肯定答應我的 你把這句話改成 祖哥 祖哥 大嬌 上來幹什麼 啊 貓啊 那隻貓呢 啊 用不用啊 為了那隻貓特意上來 不是啊 我醒了幾個晚上 我都覺得呢 我要親自跟他本人聊比較合適 啊 都對的 這樣有誠意 啊 小菲啊 你過來 來來來 大嬌坐 啊 小菲啊 是這樣的 大嬌就知道 你那隻貓快生了 牠想弄一隻來玩一下 啊 大嬌姐 你都是我弄貓族來的 是啊 沒問題啊 我前兩天帶貓去提B超 有四隻啊 很多朋友都想要的 啊 這樣吧 這樣吧 你們慢慢聊 我先做點事 啊 好 好 我來看 哎呀 我就是想要這隻品種啊 哎呀 你看看牠的臉肥嘟嘟 眼睛嘟嘟 你看看牠的臉肥嘟 美女妃啊 我這隻貓呢 好像自己生出來的孩子 一贏那樣贏啊 哎呀 那就最好了 你看看我再給你看看牠的視頻 你看 來 來 好 好 好 喂 大嬌姐啊 你幫一下吧 等一會兒 我現在在看哪一家的貓沙盆 比較硬 哎呀 現在看到千手觀音的款式 還貓沙盆 喂 幫我看看這隻貓沙盆 這隻顏色好不好看 還有這個貓鬥 還有一條耳朵 喂喂 大嬌姐 你為了養小貓 無聊一點啊 什麼無聊 我當這隻貓是自己生的 我沒有做一些功課 我怎麼可以的呢 不是 也有意見嗎 喂 照你這樣說啊 我都可以在這裡 坐在這裡 躺躺腳上網看劇 留一些東西給你做 那就是啊 我都可以看一些搞笑的視頻 輕鬆一下 等等等等 你們兩隻肯定是道敬我 將要養小貓 其實你們兩隻 都會找些 嗜好搞錯搞錯的 是不是 會有什麼嗜好 我都不會影響做事的 是啊 不要跟牠說了 不是現在而已 牠再這樣 我們就打電話叫媽媽出來 主持公道 喂喂喂喂喂 哎呀 沒看就沒看 不用死了 要媽媽來打我 老闆啊 有沒有搞錯啊 坐了那麼久 都沒人過來怎麼送的 哎呀 喂老闆 這裡加水啊 怎麼做事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老闆 吃了飯了嗎 沒有紙啊 哎呀 我看一隻貓仔 你不是吧 現在幾點啊 你飯都不煮 掛著看貓 你是不是有些 走火人魔啊 走什麼火人魔啊 老公啊 我已經拿了傑心了 一是不養 一養 我就要養到最好為止 哈哈 你養到最好為止 我現在回到家 連飯都沒得吃啊 你還掛著養貓 哎呀 這層你沒什麼擔心啊 以後你餐餐也有得吃啊 那隻貓我又搞定的 過來 我弄了幾件貓衫啊 你覺得呢 親戚顏色是怎樣 貓好呢 來 我們這隻貓這隻顏色的 哎呀你喜歡吧 這些東西我不想再看了 我看到就不開胃 什麼啊 你別搞錯啊 喂 為什麼這裡有貓衫盆 哎呀 老公啊 到時那隻貓呢 不是經常陪著我們嗎 那牠陪著我們的話 牠肯定要嗚嗚的嘛 就算牠要嗚嗚 我都不要牠離開我的 到時呢 那隻貓衫盆放在這屎 我就看電視 牠就嗚嗚 那我們兩個人可以在一起 嘻嘻嘻嘻 不是老婆 我真的懷疑你有些三分鐘別到 你搞清楚沒有 養貓有很多手尾要跟著的 我知道啊 養貓要打疫苗嘛 打完疫苗呢 跟著我們還要跟牠除蟲啦 還有很多事情 哎呀不要再說了 我真的覺得你很煩啊 煩什麼啊 你叫煩我 我養隻貓又贏了你 是不是 養隻貓呢 就會討主人歡生 又不會疾頭疾肥 你呢 疾頭疾肥沒有單子啊 整天都頂心慘了 你看 你跟貓的區別就是這麼大 啊 你全部都對 我不反對啦 只要你養貓的時候 不要搞我 你自己全部搞定了 那你喜歡養什麼就養什麼 好不好 行了 我一手一腳搞定它 不用你煩心 那最好 好 過到兩天 這貓應該不來的啦 到時呢 我一定要搞個 歡迎儀式之得 喂 來了 這麼晚是誰啊 誰啊 喂 喂 總哥 怎麼了 有什麼指教啊 有新項目是不是 不不不不 我今天呢 過來找大嬌 喂 喂 總哥 小飛是不是生了 什麼小飛生了 小飛的貓生了 他有寶寶了 他有寶寶了 原來他發貼頭要養貓 你就是他幫兇 那不是幫兇 你先聽我說 阿超飛的貓生了四隻 對 那其中有兩隻就有人認頭了 還有一隻貓公主人就留回來打種 那還有最後一隻 一隻我的 沒錯啦 哈哈 不過死了 死了 倒是吧 你說笑吧 我準備好所有的東西了 哈哈 哈哈 好啊 哎呀 死鬼了 不是 就是這麼小隻貓仔 腰折了 我們應該傷心才是 哈哈哈哈 祖哥 我和你宵夜 哈哈 是啊 其實他這件事 他怎麼都不想的 是啊 沒有人想的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回來了 嘩 為什麼不開燈 哈哈 哎呀 你搞什麼呀 家裡又不開燈 你又躲在這裡 表情是這麼有人害怕 嚇到人 你再這樣啊 你 什麼 回到家裡 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幹嘛這樣 好像整齣經歷片一樣 嘩 嘩 這個壞人來的 我還沒被貓仔一個養的 你最有後悔了 哈哈 我還沒什麼事 就是養貓這件事 不養就不養 就算數了 什麼不養 我買了貓 兩貓 玩具 貓 還有個貓 屎梅我都準備好了 一個說不養就不養 那我的東西就買了 哈哈 不會白壞 不會白壞的 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全部 在二手平台 裝出去 裝出去 裝在那裡 我覺得不要裝 500 我沒有你 反正 反正我就是要養貓仔 我去洗澡 我現在先去洗澡 你也是這個壞人 哈哈 大家 你好忙嗎 啊 很久沒吃過豆豉鑑了 整個禮拜了 啊 要怎樣 我免得跟無口齒人打架 啊 哈哈 啊 祖哥不好意思 想吃什麼 我也知道 你大家姐 因為貓的事 發生氣 但是他生氣 也不可能生氣我 算了算了 祖哥 他這兩天呢 都黑口黑臉 整天都想說人出氣 啊 但我告訴你 你姐姐這一種 是負能量 很影響人的 我就被她影響了 沒有胃口 我明天才吃 啊 喂喂 祖哥 喂 姐姐呀 你有沒有搞錯 那是怎樣呢 趕客呀 溫小姐呀 受了很大的委屈 你知不知道 我現在的心情 很無聊 喂 受了委屈 都不能夠拿餐廳來教票的嘛 讓媽媽知道 拍姜就拍你呀 難怪也聽不到你的鼻寒聲 這麼晚還不睡 睡了 睡了 睡什麼 你今晚出廳睡 我只能一隻人靜一下 啊 喂 老婆你平時找我出氣 我都算了 要不要搞到這麼大件事 連房子也不讓我進去啊 一隻貓仔而已 又不是國家保護動物 你還好說啊 你明知道老婆被人欺負 你有沒有有啊 幫我說過一句公道說話 不是老婆 我覺得我們應該保持心理健康 這麼小件事就不要放在心裡了 貓仔而已嘛 我怕你再這樣想下去 可能會瘋狂 你是否好戲呀 想我真的瘋狂 唉 那廳真的有很多蚊 好吧 好吧 為了你不瘋狂 那我出去睡 等等 那廳沒有只有蚊 還有蟑螂 是啊 上床了 不是啦 你們夫妻不要為這些事殺氣 睡了 睡了 老公 啊 我覺得沒有為這樣會瘋狂的 嗯 你幫我時間怎麼彈東西 我真的很想要這隻貓仔 那怎樣要呢 難道我用暴力手段 去威脅小飛 強硬給貓仔我們嗎 不是啊 我都戳著戳著我這部戲 你都戳著戳著我的手腳 唉 行行行 為了我們夫妻 都不要戳著戳著 我們可以去寵物市場 自己買隻貓仔回來的嘛 對啊 欸 去寵物市場 我真的看到哪一隻 我就可以買哪一隻的 不錯 不過 我 要自己銀行包的嘛 傻珠 唉呀 這隻貓仔花多少錢 花一點點錢 可以令我們夫妻 都保持心理健康 多好啊 最多這樣 我出去買給你 你買給我嗎 算你 你會哄我的 不過事先說明 這隻貓仔 就當作是我提前的生日禮物 喂 老公 不是吧 這隻貓仔幾塊水 那我當生日禮物嗎 你以為沒有過關一點 你好畫畫 幾塊水又怎樣 幾塊水也是一條生命 我送一條命給你 現在 如果老公對你不好 送一條飛機給你 也沒用 你們說話 算了 我不是這麼蠢 被你騙的 睡覺吧 好 玩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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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隨便看看 在哪一種 我看看在哪 是呀 裡面還有的 是呀 裡面還有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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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男貓 這隻男貓 還挺貴的 唉呀 貓仔又挺貴 最多兩三個水 兩三個水 起碼都要兩三千元 哈 兩三千元 兩三千元 是 那我要這隻貓仔 變得便宜一點 這隻網紅貓 價錢是男貓的兩倍 你 你 兩倍 是啊 老闆 老闆 我先出去打一隻電話 什麼 這麼貴 他不可以搶 老公 兩三千元 已經算便宜了 那些貓仔 兩小小 要給他多成兩倍的價錢 你千萬不要買 這麼貴 我不買單 又是你自己廣告 都生日禮物 送給我的 是 生日禮物 都不用買到這麼貴 對不起老婆 這次我真的幫不了你 喂 媽媽 拜拜 拜拜 什麼事 一隻二隻 不要有口齒 不要說信用 真壞人 大家姐 你經常去哪裡 不見人 你還在餵貓仔那件事 不要再鑽牛角尖 現在弄得連正經事也做不到 真沒刺到肉 你們不會有肢痛的 你知不知我延續的精神 是受到這個巨大的 老婆 你回來了 喂 那隻貴價貓 你最後有沒有買到 沒有口齒 我現在不是說沒有口齒的問題 也不是捨不得那幾千元 你如果拿幾千元買一部好手機 你有時間用的 但你幾千元買這隻貓仔回來 你養得不好 一星期掛老診怎麼辦 你這個孤岸鬼 你快哄碰他吧 你看他現在的樣子 整天都失魂了 我覺得我也需要別人哄 再不哄我 我都精神失常 我覺得一人 最壞就是送貓給他那個人 所有事都是那個人搞出來的 沒錯 我這輩子最討厭那些 答應人時就下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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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不會 我這次沒有 我說那個人 你哄回他吧 我覺得就應該去找那個人 你說得對 儘管去找他 我煞時間醒來 我有點急事 我要出去 大家姐 據我說解鈴還衰是靈人 你還是找他搞定他 你說沒有錯 對著這麼沒口齒的人 沒有什麼跟他客氣 大嬌姐 你不要像最債的款式 行不行 那你這個人 然而無信 大嬌 你認識大太好嗎 你們兩個有什麼在微信上談 不要在公司吵 影響不好 不是 祖哥 是你的言公 他沒有信用 我僅想說信用 但問題是 這些人算不如天算 哎呀 我沒有理你算 想我都好 那你放我飛機是沒有對的 我都不想的 這台明明是有四隻的 誰知道死了一隻 那這些就叫做不可抗的自然因素了 沒錯了 沒錯了 即是我們簽合同 都有一條不可抗力 就沒辦法了 是啊 那何況我們又沒有簽合同 口頭答應 那你有這些什麼自然因素 又不可抗力 那多了你不要那麼麻煩 一人答應我了 哎呀 我怎麼說你都不醒的 哎呀 因為這樣了 下一胎 我優先給你 好嗎 啦啦啦 小飛這樣說 他一定會下一胎 給你一隻 是嗎 是的 下一胎 我絕對就算生一隻 我也給你 好嗎 你說的 什麼 他說下一胎優先給你 他說你就信 喂 大家姐 你應該叫他白字黑字 寫清楚才行 對呀 多時免得有口講無憑 唉 人家都說有那些什麼 不可抗力 有什麼自然因素 你就算簽了合同 都沒有善的 對吧 人家都說了 如果下一胎生一隻 貓仔都給我了 那你還想怎樣 大家姐 他現在呢 擺明當你猫子那樣玩的 唉 唉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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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做事 這是我自己的事 你們不用為我的操心 唉呀 我們為什麼不理你呀 你最近呢 為了隻貓仔 弄得整個人都沒了心機 這樣 差點生意多受影響 唉呀 我最近呀 食物好 我又雷無雜 我心情不好 怎麼做好些事才行 唉呀 唉呀 姐姐 唉 唉 唉 我們是因為大家姐養貓 現在她影響工作 是有多少意見 但是這次是因為 人家不受信用才是這樣的 我們是要倒轉雙頭 一致對外才行 沒錯 我們自己人來的嘛 沒理由手指咬出不咬入的 四妹 一於呢 我們就過去拿個公道 唉呀 有沒有搞錯呀 你們姐姐剛才才走 又過來 是 你看看我們大家姐 我們現在呢 就特意過來跟她拿回公道 要不呢 你就買回她 現在準備養貓仔的工具 要不呢 你就專門搜索 讓貓仔我們帶走 唉呀 美女呀 我已經跟你們姐姐解釋了 解釋即是掩飾 我們不接受 就是了 我早已經跟她說清楚了 一共四隻貓死了一隻 那個公貓主人要拿走一隻 其他兩隻早已經有人來認了頭 不是呀 我大家姐也認了頭 那你怎麼解釋呢 那排隊先後 我沒可能會得失別人的 你不想得失別人 就得失我們大家姐嗎 那就是差別對待 對呀 你說些道理好沒有 不要在這裡難為我 我不管 反正你不搞定這件事 我們四姐妹 天天輪流來公司上班 嗯 不是呀 唉呀 怎樣 還沒聊天嗎 祖哥啊 他們在這裡無理取鬧 祖哥啊 他騙了我大家姐 你要主持公道才行 對呀 祖哥啊 他們說天天要在公司上坐 哎呀 祖哥啊 這麼沒信用的員工 你應該解釋了他 閉嘴 哎呀 過完那幾時就叫你們出車 放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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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一個一個就像烏鷹那樣 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都沒有頭髒了 你知道嗎 你們這樣吵的話影響很大的嘛 有什麼事就坐下來慢慢談 不對就談到對咯 小飛啊你呀 給點誠意 跟他們好好商量一下 看他們怎樣解決他好不好 啊啊啊啊 哎呀我真的保你帶了 保你帶了 好好 行了行了現在有一個至終的辦法 你們跟我走吧 哎呀哎呀 走走走走 哎呀老公啊 嗯 你說他們去找小飛 父親去了那麼久呢 會不會真的大起來了 總之啊 嗯 我就回去了 你現在開始擔心了嗎 我早就說了 人算不如天算啊 你不要搞那麼多事情的啦 養什麼貓而已 養我不好嗎 哦 你承認被蝕鳥犯啊 我承不承認都在吃緊的 你 你為什麼你敢承認 你這麼男人 你… 你剛好 你怎麼欺我 我怎麼欺你呢 快讓我出去呀 哎呀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什麼 噔噔噔噔噔 你…你兩隻出去那麼久 就買一雙鞋子給我做生日禮物嗎 什麼禮物都不夠這件禮物心水啊 欸…讓我驗收一下 沒關你的事 喂… 貓仔啊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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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eigen 小飛這麼好人, 即時買了一隻貓仔給我 你看人家, 人家知錯能怪, 沒錢理 你說買貓仔給我做生禮物 又沒回事, 你馬上沒口齒, 光行鬼 對了, 沒錯了, 我就認為做人絕對不可以沒口齒 所以這件事的真相就是… 失真你的頭, 沒關你的事 大姐, 這隻貓仔也有提關政府的事 是, 他剛剛打電話給小飛, 出錢, 叫他帶我們去寵物市場 買回同一群人的貓仔給你 聽到沒有? 真的? 這樣就有口齒了吧? 老公對貓仔, 原來我可不知 你幹嘛偷蛋糕? 還算他知醜, 偷偷走了 怕被人知道我是你媽媽, 失禮你, 是不是這樣 一看你兒子的口臉, 就知道有事了 這雙人的臨子都快知就聊了 這次的 sentiment 將來臨子就把手 尖長, 天黑 唱, 天黑 或是她瘋, 無人有事的 我不是說, 我想要把你不要 我要宣服、 弥不兀 我不是說, 我想要做嗎? 我不是說, 我就擅長的話 我可以吃清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